最近油纸伞特别火 那它的起源是哪里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伞的国家 在3500年前由鲁班的妻子所发明 被称作能移动的房屋 五个伞的历史时刻 3000年前有了用博制成的雨伞 但只有上等人能够使用 此时的埃及国民大多还没见过下雨 2000年前东汉菜伦发明造纸出现了油纸伞 此时罗马帝国远征的战士就指望下点雨能洗个澡 1300年前唐朝造纸业空前发达 油纸伞被广泛民间使用 此时的日本多次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 其中就包括制伞公义 700年前棉布发明出现了油布伞 此时的北美印第安人还在穿着兽皮在雨中奔跑 400年前油纸伞早已成为民间主要语句 并且传入欧洲 法国人再也不用感受浑身湿透的浪漫 油纸伞撑开是烟雨风笼 和尚便是晴空万里 请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油纸伞点赞 有很多人对我说 它就不该存在 甚至是被淘汰 可我从它身上 感觉到了温暖 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惊喜